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雕花园 创意超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记得 今天还是在星马克跟大家录一期 今天就要大家雕刻这个虎金 然后这是两个中间的步骤 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我把它单独的做出来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精细的尺寸的标注 待会跟你们演示的时候 就跟着我的步骤一起做 这个就是中间的 也是那个标注尺寸的一个步骤 你越精确它那个最后的还原度就越高 然后用到的工具会有断木料 铅笔 尺 雕刻刀和这个U型镯 当然这个镯子可有可无 没有也可以完成最后的工作 首先是用到的木料的尺寸 是10厘米的层 然后2.5厘米的宽 然后2.5厘米的宽 首先是从顶部开始2厘米的位置 2厘米的位置 2厘米的位置 平行线 然后是隔1厘米的位置 1厘米的位置 打一个点 宽是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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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打上了四个平行线 然后是离这个两厘米的位置打一个点 两厘米 这个是虎睛的尾巴的部分 现在用不上但是还是先把它画上去 然后是一厘米的位置 连接着 这边是一样的 这边的所有的就是把它镜像过来和这边一模一样 这边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个需要去掉的位置打上阴影 然后是后面这一部分 取它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中间点打一个点 然后垂直线下来 这边是一样的中间点 然后中间点和这个角度相连 然后是从这个一厘米的位置打一个点 然后是上面1.5厘米的位置打一个点 这个上面就是鱼鳍的位置 1.5厘米 1.5厘米 然后打上阴影 这个第一个稿子就打完了 这个上面有具体的数字 再跟大家看清楚一点 这个宽是0.5厘米 这个相隔1厘米 这个是1厘米 上面1厘米 底柱1厘米 这个2厘米 对吧 与其这个是 从下面开始1厘米 2厘米 1厘米 1.5厘米 上面是2厘米 一厘米 avoids 擁抱 柱1厘米 账 dollars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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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